這兩天很多人留言問我 某個平台現在不可以用粵語,不可以用白話直播 你怎麼看?還沒得搞? 首先,這種無助又無路的感覺,我是清楚的 我讀不少這些影片 絕大部份都是發影片出來噴 又或者跟客服反應,找客服投訴,少過客服 那有沒有用呢? 我用自己的真實案例,分享給大家 我三年前都說過 我女兒剛讀小學的時候,學校派了一個有精神疾病的老師去做班主任 她正在吃藥、康復正在 但是不時都會發作 罵小朋友,或者上下一課,在跳舞 那你作為家長呢?你怕不怕? 萬一什麼時候她不跳了? 直到拔刀怎麼辦? 於是一群家長去學校找校長投訴 要求換班主任 找到校長行不行? 可以 但解不解決問題呢? 就當你那群家長是傻鞋來的 就當球那樣來踢 我們跟我研究一下,怎樣怎樣怎樣 幾個禮拜都沒有聲氣 於是我是忍不住 直接打電話給教育局 有這樣的問題 當然要注意這個語言技巧、語言表達 怎樣將一件事覺得嚴重過異戰 又要對方感同身受 這個也是考驗能力的 如果適領度更加好 我媽媽直接去教育局找局長 教育局知道了之後 了解了之後 第二天 班主任就換了 所以想解決問題 要找到可以解決問題的人 跟客服說是沒用的 大家都玩過鬥壽棋 大象是吃獅子 獅子是吃老虎 又或者玩自宅 五人贏四 四人贏三 三人贏二 各位都是聰明人 應該知道我在說什麼 只要大象是吃獅子 我就不清楚了 我不玩直播的 如果你是靠這些飯來賺食的話 那麼阻人發達 或者叫阻你發達 又如殺你父母 我相信是不難找的 例如你想投訴什麼局 就是12345 管工商 管網絡 管文化的部門 一定找到的 有這麼大就這麼大 一頂膏沒有套下去 就可以了 歧視什麼什麼 分裂什麼什麼 怎麼說 你比我厲害的 還有直播帶貨這件事 我就不多看好 例如外國人的Facebook 都說從今年10月1日開始 直播可以 但不找他帶貨了 其實直播帶貨這件事 對經濟是有影響的 而且影響還比較大 以前1億的貨 一千個人到 每人十萬 乳露君之馬 當然是大歡喜 現在1億的貨 最少在那十個人到 每人一千萬 這十個人就寬了 但對於資金流通 是不利的 拿著一千萬 最大部分人 都不會一個月花光 但拿著十萬元 很多人都會花光 花光 花錢的話 錢也不是少人能通 流通得越快 但經濟就越好 本來這十萬元 在市場和豬有圈回來 你那裏 要兩個月的時間 如果經濟好 大家都願意花錢的話 流轉得快的話 可能半個月 就回來你那裏 你會覺得自己賺到錢 你有一億 將這一億 傳給下加 下加 再回來你那裏 如果流轉的速度 像剛速那麽快 每個人都億萬富庸 大家明明我說什麽 不敢消費 不願意消費 所以貨幣流通 就慢了 你就覺得自己窮了 經濟好 你一樣可以比以前那樣 吃龍蝦 鮑魚 吃一隻 釣一隻 直播大火這件事 就是這樣 錢都集在某些人 給你一百億 你吃了幾多 但不同 將這一百億 分給一百萬個人 整個社會 都會不同 因為一人 只有這萬元 真的會洗腦了 老婆說要搞一隻LV 你那裏還要倒貼 我想到的東西 老闆更加想到 之前已經拿了VIA 來開刀 我覺得 不用多久 可能會出台 相關直播大火的規法 到時候 任何大火都未知 雖然直播風月雨 我情感上是接受不到的 是風的應該一視同仁 什麼話都封了 說識別不到小雨種 即是說到英文大雨種 就好像識別到 以後 我們去到另一個奇妙的地方 如果你在那時候 你一定會驚訝 自然之間的 自然之間 我不下翻譯字幕 那些平台機的人 以為我反聲服名 但你有什麼辦法 沒有辦法 就是上面那個辦法 我不知道有多少 粵主報 會看我的影片 希望這個影片 可以幫到你 但既然是玩視頻的平台 就應該放一些心機 在影片上 像我這些交集集噴 講故事的 就找到一些故事出來說 拍攝爛契的 找到爛契出來拍 拍旅行的 都可以出去旅行 香港現在 出去回來 不用隔離 看個小孩 我們很快可以出去 歡歡的 不用讓自己有 那種陽菇 要靠觀眾 靠粉絲來賺錢 就是復序有些觀眾 復序有些粉絲 除非你不是靠這些飯 來賺錢 大家埋單 是一些片 拍片 你說越南話 都不會奉你的 直播聊聊天 買錄一下風情 沒問題 我也蠻喜歡看這些 有個佛山的小姐姐 蠻喜歡的 如果以後開直播 拍台白燈窗 商網 鑑平鑑正 做爛市 拿些便宜出來割韭菜的話 平台不封 都不會玩得多久 嗯 下次見 拜拜